欢迎各位观众朋友回到我们现场 上半场我们了解了网购消费纠纷的一个形态 那接下来我们想要请教一个消保官 那在网购的时候 民众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我们可以来避免那个以上那个是纠纷的一个发生 我们请消保官 我相信价格部分大家都很在乎 消费者也觉得说买便宜货 可是股有民讯货比三家不吃亏 所以我们购买钱一定要货比三家 比的不只是价格 还有规格标示 还有你喜欢的需求 很多人买了其实我喜欢红色 我就明明买个蓝色来 结果我就不喜欢 我喜欢蓝色我就买个绿色 结果到时候又要产生退货 这样也很麻烦 然后第二个 大家为了避免受害受骗 其实现在网路上一页式广告非常多 用LINE来吸引你 或者是用Google 有一些广告的厂商 尤其是FB 我有一个消费者在FB 他是专业的摄影师 然后他就说很便宜的摄影机 二手的他很喜欢 结果买了以后零件少 配件少 然后导致那个摄影机几乎不能用 其实FB 没有留厂商名称地址电话 这些都是一页式广告 没有办法求偿的部分 第三个我们一定要胜选优良的厂家 慎选平台 比如说大的平台 大家都知道有东森 MOMO 有一些FPC Home什么的平台 他有一些评比的群众可以知道说这个产品是不是优良的 这样慎选卖家 然后千万不要私下交易 很多人告诉他说你转账给我 我就会寄东西给你 到时候你也不知道厂商的名称地址电话 根本求偿无路 这购买钱一定要谨慎 购买以后我们收了货 动产要有尽数检释商品 这个马克杯你不喜欢 你就要马上说 把握7天的无条件退货期 7天怎么计算呢 就是你收到商品的隔天开始算 1234567 包含假日 不要等待说 等到第7天第8天你才退 一到第8天业者就不认了 所以购买之后要尽数的审视商品 然后把握7天无条件退货期 还有一个你审视商品是看一看 不是适用 很多人说我买了吸尘器 我用看看 不行 我们是看这个吸尘器的外观来审视 不是用看看 因为吸尘器有关于卫生的部分 它的滤网已经使用 就没有办法7天内退货了 那只有品质瑕疵的时候才可以退 所以以上先说明 这几点大家消费者一定要注意 那我们谢谢消保官的说明 那刚刚有提到一个瑕疵品就是这样 但是就是说会有一个状况 就是说我包装买来了 我还没有拆封之前 我根本就不知道它是不是瑕疵品 所以我一定要拆开来 我才看它知道是瑕疵品 那到时候那会不会产生另外一个纠纷 说你已经给我拆了 虽然我没有用 但是你已经给我拆了 所以我不接受退货 一定有7天无条件退货期 这个退货期可以完整的审视商品 可是大家要注意 刚刚主席主持人讲得很好 他有说到说这个包装 这个包装要退货的时候 必须要负责包装的完整性 很多人买了大型家电 可能箱子丢了 箱子丢了那个包装就没有完整性 可是业者还是要让你退 只是说那个包装品的包财 可能要付出一点点成本 可是尽量建议消费者 在你还没有正式使用那个商品的时候 一定要确保那个包装的完整性 好好的拆 不要给人家撕毁 因为包裁有时候也有一定的价值 那如果说有些像我们要退货 或是换货 它虽然总是有这个7天的一个检视期 那我讲一下我要退货 那有关于这个运费的部分 是怎么来处理的 很多平台都说 第一次其实第一次他为了吸引消费者买的时候 运费其实第一次他送来的时候是可以约定的 约定说是消费者付呢 还是业者付 两兆 可是刚刚说的平台为了吸引消费者 通常都是没有运费的 有些虾皮会说第一趟我也帮你出 可是你到了退货的时候一定要谨慎 退货的时候是否负担这个运费 原则上7天无条件退货期的 是由业者 有买家卖家来负担 买家是不用付任何运费的 所以你还是要把握7天无条件退货期 谢谢我们消费官的一个说明 最主要的就是一个7天的一个退货的一个有效期限 那接下来我们是想请教一下 因为刚刚所提到的是一个网络购物的一些问题 但是我们现在一般的一个网络购物 纠纷百百种 而且现在这个消费形态也有转变 尤其是在我们在疫情下一个数位经济的一个蓬勃发展 许多消费者从那个Google Play 或是那个App Stock等平台下载了一个手机的一个应用程式 就是我们俗称的那个App 那个App 再透过我们相关的一个电信的一个账单 代售代付那个App所产生的一个费用 产生了一个不少的一个增益 像这类的一个手机App 我们促进了一个我们的购物的一个便利性 但是也产生了很多的一个纠纷 那我们现在请教一下那个洪律师 就是我们要如何来预防这方面的一个纠纷的一个发生 我们请教洪律师 现在因为手机的App 它非常的方便 那通常家里有孩子的家长 他提供给孩子去玩手机 上网玩游戏的机会也大增 那孩子他从同僚同才之间 他去知道说这个哪些地方还可以去上网 所谓的免费的游戏 他们的资讯也非常的流通 但是呢 往往他们不知道的是说 他可能上网去下载了一个免费的游戏软体 但是玩第一阶第二阶 等你要再进阶到第三阶的时候 他其实已经变成是要收费了 那有时候孩子是他可能看不懂 所以他就是继续给他买下去 那有时候孩子可能他知道 但是他已经 已经撩下去 他就是一头热了 所以他也舍不得放弃之前累积的那些宝物 所以他就不顾家长的可能会反对 他就偷偷给他买下去 然后所以家长往往就是收到账单之后 才赫然发现 我的账单怎么突然增加了一两万块的这个费用 对那一查之后才知道说 原来是有上网去购买一些点数的 或者是那个软体下载软体的问题 对那其实之前有遇过这样子的案例 那其实就是家长跟电视业者是进入调节的一个状态 那家长当然他要求说这个东西 线上游戏绝对不是我在玩的 那我是被人家盗用我的手机 其实盗用者就是他的小孩 我被人家拿去 所以你不可以跟我说这个电信费用 对那其实电信业者他 他当初没有去把关这个跟家长这个手机设定 设定那个APP是不是要 是不是要禁止线上付费 这个功能 他没有去跟这个电话门号的使用者去做一个确认 这个部分电信业者其实他们是自己觉得说 这个部分是他们没有做到的地方 但是他们认为说你家长似乎对你的孩子 没有进到你法定代理人的一个监督的职责 这个你也是理亏 那是不是我们双方就各退一步 那其实家长当然因为上万块的这个电信费用 那家长当然是会就是会不甘心 但是电信业者他使租最后的杀手键就是说 你如果要我全退 就是这些钱我都不收的话也可以 但是你的孩子基本上他对我的电信业者 他已经构成了诈欺 因为你意图为自己不法之所有 对不对 你没有经过那个所有人的同意 然后你就直接去下载 然后造成我电信业者以为这个是手机使用者要买东西 所以我就让他使用了 那你是不是诈欺我电信业者 所以他说我赔你这条钱 但是你的孩子我们可能会去提告诈欺 所以到最后这个案件其实还是 还是大家各退一条路 各退一步 大家调解 达成共识 对 所以这个部分其实 就家长给孩子使用手机上面的部分的话 可能其实针对一些 非自己自愿性所衍生的一些费用 其实这个我认为 其实法定待人是需要付相当的连带责任 对 那另外就是刚才有提到那个 无实体店面这个部分 其实我们是一直 我们是要提醒消费者 就是说他既然无实体店面 那可能无实体店面的一个消费方式 可能要分成你是从一个平台去购物 或者是你跟个人的网站去购物 那其实像刚才消保官讲的 如果你是透过平台的话 那平台你至少有一个是公开可信度的一个平台 他可以帮你处理后续的消费纠纷 甚至他可以帮你找到这个所谓的卖家 所以将来如果产生消费纠纷的话 我们去不管去申请调解也好 或者是输送也好 我们至少找得到我们的那个相对人 我们知道要告谁 这个是平台购物的好处 那如果我们找的是一个 我们是从一个个人的网站去购物的话 其实那个将来要诉讼 第一个要面临的问题就是 你根本不知道你的相对人是谁 你根本不知道 诉状拿出来 一个空白的表格拿出来 你一定要写原告要写被告 你根本不知道被告要写谁 这个才是最大的问题 所以即便法律提供你很多的法条 可以告什么债务部旅行 可以告诈气 问题是你都要先把对方找出来 让法官知道说我接下来的开庭通知传票 我要通知谁 所以我认为这个 这个可能会是一个消费者 第一个要注意的问题 就是你如果真的要从个人的网站去购买商品的话 一定要确认你的卖家 他有没有公司行号 有没有公司地址 或者是如果算是个人的话 个人的姓名 然后个人的地址 这些你至少要能够获得这些资讯 你再去做下单的动作 否则将来真的是求偿无门 但是律师有听到说 就是说我们要去购物的时候 因为就是相对人就是 售货人这边有他的姓名 住址 对 但是有时候我们也会遇到一些情况 就是说 我们无从查起说 这个名字到底是否正确 这个住址 也许住址现在Google一下 也许还可以Google地图 我随便找一个住址来填塞 就是说这就是我的住址 我随便弄一个假仪的名字 就是说这是肖仁的一个名字 对 那所以说我们的重点就是 像跟刚刚肖宝官也讲了 所以要慎选一个 比较一个优良的一个 那个商业比较好的一个平台 平台 尽量不要去找那个个人的一个 个人的卖家 不然那时候有产生的相关纠纷的时候 真的是在大海老山这样 不想要去哪里找他这样子 对 所有上面的资讯各自都有可能是假的 对啊 对 而且让我们就是 我们为了买一件东西 我们还要去花很大的一个薪资 去查证那些真的 那干脆我们就不要买了 对 干脆多花一点钱 在一个比较优良的一个平台上 这样的买 对 还是比较有保障 对 那刚刚根据这个APP所提的一个 纠律师这边 我们这个红律师这边有提到一个问题 有时候最主要的就是一个法定代理人的一个教育 对儿女的一个教育的一些态度的一些问题 就是希望说还是要教育小孩子 他应该是还有一个该由他一个承担的一个相关的一个责任 而不是说放任他 等到说我没办法接受的时候 我再来做一些相关的一些纠纷的一些处理 要根本从根本的一个解决 才是一个根本解决之道 而是不要让那个问题来一个发生 好 那我们谢谢 以上那个小法官跟那个律师给我们的一个说明 那刚刚我们站在这个一个公部门 或是这个律师的部门 那现在消费形态的一个改变 议员站在一个继承服务民众的一个 和反应民意的一个角度上 我们总是希望说公部门能够对这些事情 能多做一些预防的一些工作 那我们会建议部门 那个政府部门 可以再提供哪些协助 来预防纠纷的一个发生 好 我们先请教壮议员 乞丽 我们做理议员会的角度 我是希望说 因为社会的进步 我们政府的心 提供一个币 用幼稜长衣 让我们现在像这样 政府 穿起来像这样 大家要买东西 让这个币来看 就更安心 是不是用这种方法这样 不然现在万务是来说 荻腾当会仍然 出去 孩子这方面 游戏删下去的时候 发生问题了 现在把 chocol 来侍受的时候 孩子借下去 这种情形的事情 要怎麼處理 這其實政府覺得政府這方面 將對這項來說 尤其有些人來說的事是說 郭仙道也都跟電信說 你們今天這樣做就搞定 做定就在家裡那裡 對不對 沒怎麼說一句話 你跟家裡這樣說說聽聽 小孩所做的有什麼 小孩就沒有 搞定沒有人銷 所以小孩就靠著去 那你電信電信的時候 你一間那麼大的公司的時候 打幾間 其實政府要約束這個 我感覺不困難吧 對不對 是不是一個電話 我們購物 信用卡的時候 你購物多少錢 為什麼不用超過 不然我們說出來 以前的時候 當時沒有這種東西就是為什麼 網路啊 我手機買東西 沒錢買了 就沒這個問題了 但是照著進步 現在進步這樣 是不是我們說 有時候政府要考量的就是這方面 不然我們說真的 有時候買東西 叫我們 說秀行的器材 也就是說 小型的那裡 但是大間的公司 我們的電信 公司才幾間而已 這政府也說 好話討論來 要來處理這個工作 我感覺是沒有困難 好 我們謝謝我們張議員 所提供的一些意見 他根本就是說 你當時要在 Apple雖然是說 非常的一個方便 但是要說要按鍵要付費的時候 應該就是會有一些 一個管制的一些措施 不要讓我們這個問題 來做一個發生 這樣 那我們接下來 我們想要請教我們 陳議員這邊 有沒有什麼一些想法 或看法 剛剛那個 莊議員講得很好 就尤其是在 那個 在這方面如果做管理的話 那在上面的這個買賣 接下來就可以多一些稅收 那基本上就是說 像我們政府的部分 像比如講說 街頭藝人 你街頭藝人 你就可以管理啦 街頭藝人必須要 街頭藝人的牌照 那相對你這個賣家的部分 你也相對 你要 要有他們這些牌照 所以我覺得NCC 在這方面 它必須佔一個很大的 這個 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就是說你 要在平台上面賣東西的話 你就是要來申請牌照 你的對象是誰 你的地點 你的平台都要去做登記 這樣子你才有允許 來做這個 做賣家 那當然就是說 其實我們政府在這方面 就是有一個地方做得非常好 就是我們講的衛生局的部分 就是尤其是 很多的這些商品 只要一卡到什麼 卡到這個有醫療性的 甚至要求你的廣告的內容 都是要送審的這個衛生局 來做送審的話 它才准許你這個商品 上去做買賣 所以在我們這方面 醫療的部分 我們管理的很好 所以呢 我建議就是說 NCC政府必須要跟 所有的這個 像FB IG LINE Google的這些 這些我們國人在常用的 就是說我今天 你要在上面做買賣 你必須要來跟 我們國家來做申請 然後你有字號 而不是說你這些 只單純買廣告物的人 那這些賣家都是躲在國外的 然後 導致就是人民受騙以後 也對這些 詐欺的這些賣家呢 束手無策 所以我覺得說政府在這方面就是 在賣家的部分 要下去做管理 還包含這些直播組 因為其實 我們現在看到很多直播組 他的賣的東西都是生鮮食品 那這方面 消費者吃壞肚子怎麼辦 這是算誰的 所以我覺得 政府要帶賣家的部分來做管理 還有就是說他賣的東西是什麼 所以我覺得政府在這方面 有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角色 那我也希望說立法院趕快來 提案 然後把這方面來保護我們 基本的賣家 好 謝謝我們陳議員 所提出的這個一個看法 就是他這個看法最主要就是 從源頭的一個管制 雖然說我們消費者的一個 相關的一些預防之外 那就是從源頭管制 就是說你不管是要在平台上 來做一個當一個賣家 或是說你個人是一個賣家 那你就要來向政府部門 來做一個申請之後 讓我們有一個管理 這是一個新的一個想法 那尤其就是我們可以來做 從這方面的 那個來努力 那我們以上所了解的一個 網購糾紛的一個預防之道 但是如果說萬一真的還是 產生了一些糾紛 那產生了糾紛之後 那到底怎麼辦 很多的民眾 大部分的民眾都說 都不知道要怎麼來處理 那我們就休息一下 我們等一下再回來 來看看說 產生了糾紛之後 我們再來做什麼樣的一個 實際的一個處理 好 謝謝 今天